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今天玩到摇滚年代的第三关困难关卡 第三关就是传送带的关卡 出现的僵尸有三阶的也有四阶的 还有一个金色长发的美女僵尸 这一关传送带的植物主要是仙人掌 超人已经好久没有用过仙人掌来闯关了 这是超人在新手期的主力植物呀 好怀念啊 超人那个时候连向日葵都不会种呢 幸好有粉丝们的一路陪伴、支持 耐心的给超人讲解 传授超人小技巧 超人才有今天的成就 超人的成长离不开各位粉丝的帮助 超人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了 不好意思啦各位小伙伴们 听超人叙叙叨叨这么久 因为在摇滚年代看到仙人掌 感觉特别亲切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回望过去感慨万千啊 超人很庆幸自己接触了 植物大战僵尸2这款游戏 认识了各位小伙伴们 今后呢超人也会继续坚持 无论有多少困难 无论今后还有几人在看超人的视频 超人一定不会放弃植物大战僵尸这款游戏的 好了言归正传了 超人这一关的思路是在最前面和最后面 种一排仙人掌 超人查了一下 这个美女僵尸叫做华冰僵尸 她的彩虹可以保护后面的僵尸 除非这个僵尸走得比她快 仙人掌沐浴在彩虹当中 好像很happy 给最前面缩在图里的仙人掌一颗能量斗 开启大招 这一招拿来速刷真的是太爽了 超人自从学会了这一招 在回忆之旅和超级联赛 旅试不爽啊 哇出来了好多滑冰僵尸啊 在滑冰僵尸的彩虹里面 其他僵尸的颜色都变了 超人还有一颗能量斗 继续给仙人掌开大招 有点失误了 第二行这个仙人掌 大招打不到下面的僵尸啊 这一关僵尸的进度条快到头啦 这一关出来的僵尸虽然多 但是仙人掌的子弹是具有穿透效果的 根本不怕僵尸扎堆啊 超人发现 我没有开摇滚年代的时候 好多小伙伴叫超人开摇滚年代 但是呢 当超人开了摇滚年代之后呢 就有很多小伙伴说 超人你打不过的 要去开其他世界吧 超人觉得嘛 既来之则安之啦 超人是在你们的见证下成长起来的 那么就让摇滚年代来见证一下 超人的实力吧 实力够强通关了 就说明是你们教导有方啊 实力不够卡关了 那超人就去其他的世界 再磨练磨练呀 最后这一大波僵尸 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啊 不过仙人掌一个大招 就感觉亲了一半的僵尸了 这个甜菜护卫好可怜啊 叶子都被拔光了 哎呦你好争气啊 居然开出无敌了 无敌时间一到 还是被吃掉了 现在场上没剩几个僵尸了 最后一道彩虹也消失了 这几个僵尸也没有办法走过半场了 哎呦很顽强嘛 超人说你们走不过半场 你们还偏要走过半场吗 哇中间的仙人掌钻到徒弟去了 赶紧种上一个甜菜护卫 把僵尸弹回起点 很可惜啊 只弹回去了一个僵尸 前面的铁桶僵尸 顺利走过了半场 超人佩服 作为一个僵尸 你也有顽强不去的精神嘛 超人发现 仙人掌的刺和场地的灯光很大了 舞台效果拉满 第三关成功过关了